那个连水杯都拿不起的女孩 却让领导见她就像老鼠见了猫 甚至被吓得进了精神病院 只因她获得了恶魔的帮助 为了给死去的闺蜜复仇 她以自己的生命为代价 与恶魔签订了契约 只为找出藏在幕后的真凶 签下本是一家公司的小职业 这天她如往常一样下班打卡回家 可在经过一个巷口时 却被一帮人拦了下来 还没等她开口 几个混混就开始拽她的钱包 在争抢中 她的手机不慎掉在了地上 可就在这时 她的闺蜜却给她打来了电话 听着那头一直没人接听 家美的心彻底陷入了死寂 她看着手机上那一句句对她的辱骂 眼角不自觉地流下了泪水 她为闺蜜留下一言后 就从楼顶一跃而下 在等签下赶到时 就见地上躺着一具冰冷的尸体 她崩溃的瘫坐在地 失声痛哭了起来 没意会 警方就将这里封锁了起来 签下则失魂落魄地坐在一边 周围的人群也全在讨论着家美 嘴里满是对她的不屑语讥讽 还笑着分享起了家美的不雅照片 那女的身材不错 死了怪可惜的 她话刚说完 一杯热水就向她泼了上去 家美看着她手里的照片 宛如疯了一般 上前夺过了男人的手机 想要删掉照片 可还没等她跑远 就被追来的男人 一把推翻在地 周围的几人健壮 对着签下就打了起来 签下忍着身上的剧痛 将手机里的照片全部删完 这才松了一口气 看着这边混乱的场面 保安也赶了过来 将她带去了保安室 口头叫喻了一顿 再等签下从保安室出来 已是深夜 她独自一连来到了家美跳楼的天台 心中满是愧疚 她恨自己没有及时去救下她 恨那些害她的人 仇恨已经占据了她的内心 她看着天上的月亮 心中满是哀求 如果这世间真的有神 我愿意用我的一切 去向你换一个愿望 可就在这时 她感觉身后有什么东西 转头看去却没有异常 空中的男人 牵下愣在了原地 心中不敢相信怎么会是她 眼前的男人 分明与最近爆火的明星白只猴 长得一模一样 下一秒她就朝着恶魔怒吼了起来 都是因为你 白天那伙人 就是拿着你在甜品店 找我付款的照片 硬说我认识你 想要从我的包里 找你的联系方式 这也害得我没能接到家美的电话 如果我能早一点接 她也许就不会死了 随即她就向着恶魔挥拳杂举 可还没等她近身 就见恶魔随手一抬 她竟漂浮在了空中 我可是帮你来实现愿望的 你确定要将恨意发泄到我身上 而不是去复仇 听着她说的这些话 牵下这才冷静了下来 下一秒 恶魔竟顺移到了她的面前 瞬息起了她的味道 我能闻到一股很强烈的欲望 你想复仇 为什么 我的朋友家美 被人偷拍了私密视频 在公司内部流传 可明明她才是受害者 却要背负骂名 最后在大家的冷眼中死去 我想要惩罚他们 快让我许愿 恶魔听后 露出了一抹邪笑 恶魔的愿望从来不是免费的 你能给我些什么 你似乎除了一副好看的皮囊 别的什么都没有 很抱歉 你身上没有我感兴趣的东西 眼见恶魔要走 牵下赶忙跪了下去 我愿意用我的命来做交换 她本以为恶魔会同意 却不料她竟放声笑了起来 你的命对我来说一文不值 不过你是百年来 第一个敢打我的凡人 我就如你所愿 就在恶魔手指向牵下的那一刻 她就迷迷糊糊地睡了过去 签订契约 契约结束后 则会亲自来收割对方的灵魂 她在人间的名字叫白志猴 是属下当红的流量小声 与其他恶魔不同 她无需人类召唤 就可以自行选择 与欲望强烈之人签订契约 这天晚上她来到了一处天台 看着底下流泪的女孩 她露出了一抹邪笑 随即就顺移到了女孩面前 轻轻瞬息起了她的味道 我能感受到一股强烈的欲望 人类 你想复仇是吗 女孩早已被突然出现的男人 吓得愣在了原地 胆怯地点了点头 我的朋友佳美 她被人偷拍了私密视频 挂到了网上 她也因此受到了许多人的辱骂 最终选择了跳楼 可明明她才是受害者 为什么所有人要这么对她 我要找出逼她走上绝路的人 哪怕付出我的一切 听着她说的这些 白志猴轻轻勾了勾唇 随即答应了下来 之后他们就缔结了契约 在手指触碰到女孩额头的一瞬间 她就晕了过去 随后白志猴就朝着她的脖子咬了上去 再等千夏醒来 已是第二天 她刚起来就收到了公司破产的消息 她有些不敢相信 万赫集团怎么会在一夜之间破产呢 难道这一切都是恶魔做的 她很是生气 开始在心中骂起她来 而此刻在另一边 白志猴正在家悠闲地上着厕所 她好似感应到什么一般 立马顺移到了千夏家中 你召唤我有什么事 这个万赫集团破产的事 是不是你干的 是啊 你的愿望不是要惩罚害死你朋友的人吗 这不就解决了 千夏彻底被她的脑回路所折服 你有没有搞错 我说我要复仇 可不是这样无差别的复仇 你快点收回你的魔法 我希望那些坏人受到的是法律的惩罚 白志猴听后 有些不服气的嘟嘟嘴 真不知道你们人类一天都在想什么 随后她就施展起了魔法 让这一切都倒了回去 千夏见她还有这能力 连忙上前询问 可以麻烦你把家美复活吗 白志猴看着她期待的表情 无奈地摇了摇头 抱歉 六魔也有不能触碰的禁忌 次日清晨 千夏如往常一样去公司上班 可刚坐下不久 周围就传来同事的惊呼声 她也被一旁的同事拽了过去 千夏快走 听说我们楼下来了个大明星 千夏看着楼下的红毛 总有种不好的预感 等看清男人的长相 她不知道这个家伙跑到这里要干嘛 白志猴还在底下对着她打着招呼 等她乘坐电梯到六楼时 看着周围拥挤的人群 她不禁皱眉 随手打了个响指 让周围的一切都静止了 并招呼远处的千夏过来 比她商讨起了调查计划 我不是让你先按兵不动吗 可没办法呀 你们老板要邀请我做代言人 我只能来了 不过千夏 你现在的样子 可还不够做我恶魔的人 你有看过八点当的狗血复仇剧吗 白志猴一边说着 一边就朝着千夏的额头吻了上去 随后千夏的发色就变成了更为冷艳的紫色 白志猴看着自己幻化的成果 很是满意 那现在正是开启我们的复仇吧 面上冷酷无情的风踢恶魔 背地里却是个爱吃糖果的幼稚鬼 千夏看着眼前乖巧的男孩 还是很难将她与那个残忍的恶魔联系到一起 没意会的功夫 就见她已经把桌上的糖果全吃完了 她的肚子却还是咕咕地响得不停 千夏知道她还没吃饱 于是便去给她买新的糖果 可就在她取糖之际 她忽然注意到一旁的窗口处 正有一个人在盯着她 这可把她吓得不轻 眼看那个男人要跑 她急忙追了上去 等她抓住那个人后 才发现她竟是家美以前的同事 这让她不禁怀疑 开始猜测起家美的事情是否与她有关 她冷声质问道 关于家美的事 你是不是知道些什么 见男人慌张的模样 让千夏更加肯定了心中的想法 她上前拽住了她的衣领 继续问道 我知道家美她是受不了人们网爆才自杀的 但偷拍她视频的幕后真凶还没抓到 如果你知道什么就告诉我 我不会让她就这样白白死掉的 可是男人却轻烈地笑了笑 你一个女孩子又能做些什么 听着她说的话 千夏逐渐冷静了下来 我不是一个人 但请你把你所知道的事告诉我 哪怕是看在家美的面子上 男人沉默了一回 最终同意了下来 这是还要从三年前说起 从家美刚进入公司 我就开始喜欢她了 可我也知道 自己根本配不上她 于是自己只能在暗地里默默地关注她 直到后来骆星南的出现 家美喜欢上了那个男人 可那个男人根本就不爱她 有一次我去12楼送文件 刚好撞见了她与骆星南在吵架 可自那以后 她就再也没去过12楼的卫生间 并且她还会阻止其他同事去呢 听到这里 千夏好像明白了什么 她急忙去找了白志猴 而此刻白志猴正在开会 她只能将自己知道的事 告诉了她的保镖 殊不知 她与保镖的对话 都传到了白志猴的耳中 见他们聊得这么开心 白志猴竟吃起醋来 之后保镖就被进了眼 外面的千夏一看 就知道这是谁做的 她真的好无聊 给她留下一个白眼就离开了 里面的白志猴看着她离去的背影 有些生气 自己竟然被她给无视了 随后她就给她发去了 自己最喜欢的表情报 见她读了消息还是不回 白志猴觉得自己快要被气死了 就在她想着自己该怎么欺负她时 却被一旁的经理打断 不知道白先生 对这次的代言计划是否满意 不用再做计划了 想请我做全球代言人 我只有一个要求 我要让广告部的谈签下做我的助理 底下的众人一听 彻底蒙了圈 他们还从未听过这个人 想着再给白先生找一个 却没想到他态度这么坚决 我就要他 而此刻在另一边的前下 她还不知道自己已经成了公司的名人 她偷摸来到了12楼的厕所 把里面所有的角落都翻找了一遍 可始终都没有找到监控的踪迹 可就在她开门时 她才注意到了这把手 于是她叫来了先前的保镖 想让她帮忙把这个把手卸下来 那个谭小姐 在帮你之前 白先生有句话托我带给你 之后千下就看到了辣眼睛的一幕 你个坏女人 竟然敢把我当做工具人 读了我的消息还不回 你最好现在给我道歉 要不我就咬死你 千下看着眼前的这一幕 彻底被白智侯的脑回路所折服 之后他们就取下了门把手 里面果然有摄像头 可拍摄视频的内存卡 却早已被人拿走 千下眼见线索就要中断 很是苦恼 可就在她离开之际 就听到身后有两个女同事 在吐槽厕所维修的事 这个厕所不是前两天就维修过吗 怎么又坏了 一听到这 千下就赶忙跑到了一个没人的角落里 想着召唤白智侯请她帮忙 可召唤了半天 却始终不见她的踪影 就在这时她的手机静响了起来 打开一看 才知道是她在给自己耍小脾气 叫一声恶魔大人我就考虑考虑 千下也不惯着她 直接将时间推到了晚上 夜幕降临 在公司的后门处 千下等来了白智侯 我还以为你不来了 我的恶魔大人 听着她说的这些 白智侯愣在了原地 她总有种被这女人拿捏的感觉 没一会他们就来到了十二楼的卫生间 千下将白天的事给她讲了一遍 也就是说 你想让我帮你找出是谁拿了这张内存卡 可这走廊一个监控都没有 该从哪查起啊 见她装傻冲愣的模样 千下不得不拿出 她事先准备好的杀手锏 看着眼前的糖果套装 白智侯的嘴角早已不争气地流下了口水 心想她怎么会有最新款的草莓味补桃 虽然嘴上说着简单帮一下 但身体还是很诚实 之后就见她眼睛一亮 开始施展起了她的魔法 把摄像头给我 而此刻在她们不知道的地方 有一个人正看着她们所做的一切 嘴角还露出了一抹邪笑 恶魔大人 你还真嚣张呀 年少女遭遇附黑恶魔 未给闺蜜复仇的她 与大恶魔签订了契约 她也因此失去了自由 沦为了恶魔的玩物 只能无助地等待着恶魔一口口地吃掉她 这天 经过千下的调查 竟发现闺蜜的死与厕所安装的微型摄像头有关 但里面的内存卡却早已消失不见 为了调查出真相 千下召唤了恶魔帮忙 恶魔双目通通 就开始施展起了魔法 顿时周围的一切都被血色包补 下一秒 白志猴就消失在了她的面前 就在千下疑惑她会去哪里时 白志猴早已穿到了家美跳楼的那一天 然而她刚进去就被一个人撞伤了翅膀 心里不由抱怨 出去后一定要让那个女人给自己赔偿精神损失费 就在这时 她注意到了一边的家美 于是快步跟了上去 她想要拦住她 却不料家美直接穿过了她的身体 这让白志猴很是惊讶 难道就连她也拦不住一心求死的人吗 她继续跟了上去 但是刚走到一半 就被身后突然出现的声音打断 家美到开会的时间了 跟我回去吧 对不起 组长 我想请假 组长见家美的情绪有些低落 便同意了下来 她准备离开 却被家美叫住了 组长你是不是一直都知道他们的存在 为什么要替他们隐瞒呢 组长听着她的话 早已愣在了原地 刚想上前解释 但家美已经离开了 她手里紧紧地攥着那张内存卡 可最终却又松了手 这一切都被一旁的白志猴看在眼里 她在人间待了数万年 却始终都无法理解人类 不明白他们为什么要做 难道他们是天生的恶吗 此时 在外的家美已经等了半个小时 就在她疑惑白志猴什么时候出来时 突然一旁的通道传来了声响 下一秒 就见白志猴虚弱地走了出来 家美健壮 赶忙上前扶住了她 白志猴你这是怎么了 是哪里受伤了吗 随后她进步争气地哭了起来 我感觉头好晕 我要吃糖 好好好 我给你买 之后家美就带她去了一个餐厅 看着白志猴只吃糖 她忍不住问道 这里的饭菜挺好吃的 你不尝尝吗 不吃 因为吃了你们人类的食物我会过敏 还会长痘痘的 千夏听到这 忍不住笑了出来 原来我们的恶魔大人 竟然会因为美食而过敏 随后 白志猴就将她看到的一切都告诉了千夏 她刚说完 就沉沉地睡了过去 千夏看着她憨憨的模样 对她说了一声谢谢后 就回了家 可当千夏准备洗漱时 她突然注意到身旁的玉莲后有人 她强装镇定地走出了浴室 拿起了一旁的手机走到了门口 可就在她准备打开房门逃跑时 身后的人竞跟了上来 美女 这么晚急着去哪呀 连鞋子都不穿了 明示利益交换 可恶魔却已沦陷 一开始 她只是觉得这个女人很特别 身上的欲望吃起来很美味 所以为了满足自己那病态的味蕾 她与女孩签订了契约 可随着时间的推移 她竟对女孩产生了不一样的情感 这种感觉让她很不安 这天白志猴刚跟千夏吃完饭 就因前面过度使用能力 沉沉地睡了过去 千夏看着她可爱的模样 对她说了声谢谢后 就回了家 可就在千夏准备洗漱时 她却察觉到了不对劲 她竟发现家里还藏着一个人 她强压着颤抖的身体 从浴室走了出来 拿起了一旁的手机走到了门口 可就在她打开门的一瞬间 身后的人竞跟了上来 美女 这么着急去哪呀 下一秒 她就被男人拽住了头发 狠狠地摔到了一边 千夏还想大声呼救 却被男人死死地捂住了嘴巴 还扯着她的脑袋向地上撞去 千夏此时万念俱灰 心中默默呼唤着白志猴的名字 可却始终不见她的踪影 还没等她喘口气 就又被身后的男人拽住了头发 还问她东西在哪 千夏此时懵了 她并不知道男人口中的东西是什么 大哥 求你放了我吧 我真不知道你说的东西在哪 男人听后 直接将她提了起来 还在我面前装傻事吧 我知道你在找她 就在男人准备痛下杀手时 她的手机静响了起来 她刚接起电话 就像电话那头的人 汇报起了现在的状况 没说两句 她就吐槽了起来 今天算你好运 放你一马 记住以后不要多管闲事 要不以后你也会跟她一个下场 说着就直接一拳 将千夏打晕了过去 再等千夏醒来 就见到了白志猴的保镖 你怎么来了 是白先生让我来的 他说他有不好的预感 让我立刻赶来看看你的情况 千夏听后觉得心里暖暖了 那个家伙知道我在召唤他 这时他突然想起了自己的手机 于是赶忙从沙发下取了出来 虽然我没看清那人的长相 但是我将他的声音录了下来 随后千夏就报了警 将录音交了上去 可在警察临走前 却嘱咐道 这几天你最好还是先搬去朋友家住吧 以防那个罪犯报复 就在千夏准备拒绝时 一旁保镖的手机里 就传来了白志猴的怒吼声 谈千夏 现在立刻马上来我家 听到了吗 一听到他的声音 千夏竟不知道自己该怎么拒绝他 于是答应了下来 而此刻在另一边 白志猴等得很时焦急 这都过去两分钟了 他们怎么还不来啊 不会出车祸了吧 听说他额头受伤了 也不知道严不严重 本来就长得没啥特点 要是刘八那就糟了 就在他胡思乱想之际 外面就传来了敲门声 他赶忙跑过去开门 白志猴一见到千夏 就开始唠叨了起来 看他没啥事 于是又恢复起 平日里那欠揍的模样 刚进门 千夏就被他那幅巨大的照片所震惊 白志猴见他在看自己的写真照 忍不住炫耀道 是不是很帅 晚上你就在客房睡吧 墙上也有我的照片 让他晚上陪着你 看着他自恋的模样 一旁的千夏不知该怎么吐槽他 只是想着要不还是回去住吧 下一秒 他就遭到了白志猴的拒绝 千夏 你可别忘了 我会读心术哦 等会你先去二楼洗个热水澡 千夏拿他没办法 只能乖乖照做 再等千夏洗完出来 就见白志猴在客厅看着电视 他偷摸来到他的身边躺了下来 他不知道自己这是怎么了 总是感觉待在他身边更有安全感 白志猴 刚刚那个人在攻击我的时候 我叫你的名字 你听到了吗 白志猴并没有回答 只是冷冷地恩了一声 那下次 你一定要及时出现在我的身边好不好 好 我答应你 说着说着他就睡了过去 白志猴看着一旁熟睡的千夏 竟不自觉地轻浮起他的脸颊 在心中暗暗发誓道 我会让那些伤害你的人 付出应有的代价 过了千年的恶魔 竟然和人类女孩住在了一起 只因千夏在家遭遇了坏人袭击 白志猴担忧他的安危 于是催促保镖将他接回了自己的住所 看着他受伤的额头 白志猴很是心疼 连忙让他去沙发上坐着休息 自己则在一旁陪着他 没一会的工作 千夏就沉沉地睡了过去 白志猴则小心翼翼地起身 静静地蹲在了他的面前 观察起了千夏 他觉得千夏这个女人很特别 竟然可以在恶魔的身边安然入睡 难道他就不怕被我吃掉吗 不知过去了多久 千夏的呼吸逐渐沉重 他总觉得有人在呼唤他 凑近一看 才发现是死去的闺蜜在向他求救 他刚想上前帮忙 下一秒 无数巨手惊向他袭来 抓着他无法动弹 想要将他拖入深渊 千夏想要呼救 却发现不管自己怎么叫喊 都无法发出声音 就在这时 他猛地睁开了双眼 大口地喘着粗气 看着周围熟悉的房间 他这才放下心来 原来刚刚的一切都是梦呀 这时他注意到了一旁的白志猴 他竟靠着茶几睡着了 看着他头上的两对鸡脚 千夏忍不住笑出了声 原来恶魔睡觉的时候 头上会长脚呀 他轻轻为白志猴盖上了被子 自己则在屋子里闲逛了起来 突然 他被书架角落里的一本书所吸引 打开一看 竟发现这是一本相册机 看着这些新奇的照片 他不禁有了个大胆的猜想 难道这些都是恶魔以前的样子 没想到他还Cost过女装 本会一定要好好嘲笑他 正当他看得入迷失 身后突然传来了白志猴的声音 那些可都是我以前的照片 很帅吧 千夏听后 你一只恶魔吗 白志猴一听 心里的醋痰子当即就打翻了 你这个坏女人问的是什么问题啊 你有我一个还不够 你还想认识更多的呀 不是啦 就是关心关心你嘛 白志猴还想狠狠教训一下千夏 可还没走两步 自己的肚子就不争气地叫了起来 一边的千夏一听 瞬间来了斗指 我去给你弄好事的 没等白志猴拒绝 他就被千夏拽出了房间 就在我前面来的路上 发现楼下有一家甜品店 虽然现在甜品可能卖光了 但我们可以和老板商量一下 看看能不能让我去后厨 给你做些甜品 那个 你认识楼下甜品店的老板吗 他刚问完 就见白志猴不好意思地挠了挠头 其实楼下的那家店好像是我的 千夏顿感无语 什么叫好像 他突然觉得没有什么兴致出门了 随后他们就一起去了甜品店 就在千夏整理着装之际 一旁的白志猴静看得入了名 还不争气地流下了口水 看着他这副模样 千夏无奈地摇了摇头 都饿成这样了吗 再等他做完蛋糕已是深夜 白志猴吃得很是满足 下一秒 就见他见兮兮的嘟了嘟嘴 那个千夏 我刚刚吃得太快了 你明天能不能再给我做一款 抱歉 明天可能不行 我得去参加加美的葬礼 白志猴听后 微微点了点头 看在今天你做甜点的份上 明天我也陪你去吧 怎料第二天 他就受到了保镖的阻振 白先生你今天的行程都已经排满了 如果不去 是会赔违约金的 然而 白志猴根本不在乎这些 那就赔吧 反正我也不缺钱 话刚说完 他就被保镖粗暴地扔进了车里 直接开车离开了 千夏望着渐行渐远的汽车 不由轻叹一声 看来只能自己一个人去了 他心情沉重地来到了灵堂 努力地控制着自己的情绪 但看到加美奶奶的那一刻 他彻底绷不住了 直接抱着加美奶奶就哭了起来 实际上 加美奶奶并不知道加美是自杀的 大家给他说的是 加美死于意外坠楼 毕竟 没人能承受住老人心碎的声音 后来有很多人来参加加美的葬礼 其中就有韩兴游 一见到他 千夏就想起了白智侯那天所说的话 他怀疑加美的死与他有关 眼见韩兴游准备离开 千夏赶忙叫住了他 韩组长 我这有些事 能单独聊聊吗 随后他们就去了一个没人的角落 千夏也没在兜圈子 直接一上来就问他 那个厕所里的内存卡在你手上吧 韩兴游听后 有些愣神 他不知道千夏是怎么知道的 他摇了摇头表示 不知道千夏在说什么 韩组长 昨天我在洗手间发现针孔摄像头后 就有人闯入我家并袭击了我 他之所以放过我 是因为我能说不到他想要的东西 我知道现在给你说这些有些堂谱 但我只想要一个真相 我不想再出现下一个加美 话刚说完 周围的空气都安静了下来 过了好一会 韩兴游还是什么都没说 直接离开了这 可没等他走多远 外面就想起了加美奶奶撕心裂肺的哭喊声 要获得恶魔的帮助 少女主动献上自己当食物 她看着恶魔那病态的目光 主动拉开了衣领 让她去啃食自己的血液 世人皆被恶魔所诱惑 而她却想要诱惑恶魔 因为只有这样 才能为死去的闺蜜复仇 这天 在签下参加闺蜜葬礼的途中 偶然遇到了闺蜜的上司 为了打探闺蜜跳楼的线索 她将韩兴游叫到了一边 然而还没等她说些什么 外面就传来了加美奶奶撕心裂肺的哭喊声 再等他们赶过去 就见加美奶奶正爬在地上痛苦 韩兴游见状 立即询问一旁的同事发生了什么事 之后就见他们支支吾吾的说道 刚才他们在外谈论加美真正的死因时 正好被老太太听到了 一旁的签下听后 气愤的让他们先回去 自己则留在了加美奶奶身边 听着奶奶的哭声 她的心里很是不敢 奶奶你放心 我一定会找到害死加美的凶手 但他们受到应有的惩罚 在等她把加美奶奶安顿好时 已是中午 她刚从灵堂走出来 就被一旁等她的韩兴游叫住 谈签下 你并没有你想象中的那么坚强 即使我将所有事情都告诉你 那些事也不是你能承受的 但签下并没有听她的 还是固执地想要了解真相 韩兴游看她如此坚持 便将自己所知道的一切都告诉了她 其实 我才是最早出现的受害者 这件事发生在七年前 我刚进入万鹤集团的时候 最初我满怀斗志 以为这里是一个公平的职场 然而现实并非如此 不管我如何努力 功劳总是属于其他人 可就在我陷入人生低谷时 她出现了 她是公司新调派来的执行总监 总是在工作中照顾我 我以为我们能这样一直生活下去 然而现实却给我开了一个巨大的玩笑 有一次 我无意中翻看她的手机 发现了一条奇怪的邮件 点开后 里面竟是自己的私密照片 直到这一刻 我的世界彻底崩塌了 那个叫做可口实物的投稿邮箱 似乎是公司内部的组织 将众多女性的照片和视频进行翻盖 绝大多数受害者都是集团的女性 听完这些 签下一步之该如何回应 她没想到佳美的离世 感激地说道 谢谢你愿意告诉我这些 随后 天下就将韩星游带去见了白志猴 看着眼前的黑个子保镖 韩星游觉得她很是可靠 但一旁的白志猴听后 当即就不乐意了 拜托 你们的主力帮手可是我 之后韩星游就没再说话 看着眼前的三人 她不知道自己的选择是否正确 紧接着 几人就开始商量起了接下来的对策 韩星游 卫生间的内存卡在你手里吧 是的 现在在我的办公室 那好 就让我的保镖与你一起去拿吧 到时我们再布置后面的计划 韩星游听后微微点头 同意了她的提议 没一会的功夫 她与保镖就来到了万贺集团 韩星游让保镖去门口手 自己则进去取内存卡 可就在她得手之际 背后突然传来了一个男人的声音 这让韩星游感到十分害怕 明明她刚刚进来的时候 屋子里没人呀 她是怎么进来的 与此同时 在另一边 签下正与白志猴等待着他们的消息 过了许久 终于等来了保镖的电话 白志猴刚接通 里面就传来了保镖急促的声音 白先生不好了 韩星游失踪了 血无情的腹黑恶魔 终究对签下动情了 动用一切力量 帮她探寻闺蜜死去的真相 这天 当他们得知韩星游失踪后 就立刻赶往了事发地点 听保镖的描述 当时韩星游进到她的办公室后 就再也没出来 再等她进去时 人已经消失不见了 白志猴看着这空荡荡的房间 竟让她感到一丝不安 明明房间内没有人 可韩星游却在说着什么 最令李俊欢想不通的是 自己竟然听不到她说话的声音 随后她就将自己看到的 是告诉了签下 看着签下失落的神情 她心里也很难受 她总觉得事情并没有这么紧张 好似有一股无形的力量 在阻碍着他们揭露真相 与此同时 在一家医院内 有一个新的病人 办理了入住手续 第二天一早 签下就去了闺蜜家寻找线索 自从闺蜜离世后 她一直都不敢来到这里 因为这里留存着 他们太多的回忆 就在签下疑惑 该从哪里找起事 她忽然想起 家美以前有写日记的习惯 可就在她翻找日记的过程中 她竟意外找到了一份运检报告单 看着上面怀孕的字样 她不明白家美 是什么时候有的男友 之后她又将家里翻了一遍 最终在家美的衣服里 找到了一颗扭扣 看着眼前的物品 再加上先前 从家美同事那打探到的消息 她想到是谁陷害家美了 随后她就给洛星南打去了电话 约她到家美家见面 电话挂断后 她将这一切告诉了白志侯 白志侯听后 让她注意安全 她马上就到 签下在等洛星南来的同时 她又去找了物业的保安 询问他们以前是否见过这个男人 然而电梯里的洛星南始终背对着他们 难以确认她的身份 于是签下只能带着保安去了家美的门口 当面便认 在得到保安的肯定后 签下更加确定了自己的推断 而一旁的洛星南此时也有些慌 她不知道这个女人在搞什么鬼 刚进门不久 签下就给她递过来一颗女扣 并问她这是不是她的东西 洛星南看后 不愿地皱了皱眉 签下你误会了吧 这个衬扣不是我 听着她荒谬地回答 签下的脸色更加阴沉 原来这是衬扣呀 你不说我还不知道呢 洛星南眼见事情要暴露 着急地催促道 签下如果没别的事情 我就先走了 公司那边还有个会呢 然而签下却拒绝了她 你可能还得在这待一段时间 就在洛星南疑惑之际 签下召唤出了白志侯 心里泛起阵阵恶心 对着一旁的白志侯嘱咐道 不管你用什么方法 都要让她说出真相 我愿意付出任何代价 白志侯见签下都发话了 当即就施展了魔法 向着逃跑的洛星南追去 只是一瞬间的功夫 她就握住了洛星南的心脏 我让你走了吗 好奇恶魔嘴唇的味道 女孩不顾静悉地吻了上去 结果竟意外与恶魔签订了契约 虽然白捡了一个恶魔男友 但女孩总是躲着她 只因恶魔有一个奇怪的癖好 她每天都会制作一些暗黑料理 让签下品尝 看着这要人命的颜色 签下瞬间没了食欲 咱就是说 这个汤非喝不可吗 白志侯看着她为难的表情 也没再强迫她 只是生气地嘟了嘟嘴 没有品味的女人 对了 你的身体恢复得怎样了 好多了 原来就在前不久 白志侯为了读取洛星南的记忆 消耗了太多魔力 最终不得不靠惜签下的血来恢复力量 在这个过程中 她也见识到了人心的黑暗 从洛星南第一次见到签下他们时 就开始在他们之中挑选猎物 见签下有些冷漠 不好追到手 于是她把目标转向了家美 没过多久 她就凭借着自己的手段追到了家美 并谎称因为公司制度严格 他们暂时不能公开关系 就这样 家美一步步地落入了她的陷阱 等到她发现这一切时 已经太晚了 家美试图揭露这一切 但幕后黑手却抢在她之前下了手 命令洛星南将家美的视频 传到公司的每个角落 便发疯般地冲向了洛星南 想要从她口中问出幕后指使 但她好像被人清空记忆般 什么都不知道 看到这一幕的白智侯 感到非常惊讶 她利用魔力检测后 确认了对方没有说话 当她再次探查洛星南的记忆时 还是无法看到幕后指使的长相 谁让她很适疑 到底是什么样的存在 能够屏蔽她的能力 随后白智侯为签下擦去了泪水 询问她还想不想继续查下去 看着签下肯定的点头 白智侯有些急了 你就不害怕自己会死吗 不害怕 见她如此执着 白智侯也拿她没办法 便施展魔力让她睡了过去 再等签下醒来 她发现自己在白智侯家中 于是她连忙喊来了白智侯 问她最终把洛星南怎么处理了 我把她留在那 一听到那个人渣平安无事 签下有些着急 她不明白白智侯为什么要这么多 你不是答应过我会惩罚她吗 看她如此激动 白智侯连忙解释道 其实我消除了她白天的记忆 并且还在她身上施加了诅咒 从她醒来的那一刻 她不管看周围的什么事物 都会看到的是佳美的脸 让她活在深深的自责与恐惧中 听到这里 签下才逐渐冷静了下来 谢谢你 恶魔大人 听着她说的这些话 白智侯害羞地挠了挠鼻子 其实不用谢了 别忘了我可是恶魔 没有谁会比我更懂恐惧 与此同时 在一家大厦内 正有一个人静静地看着这一切 眼里满是嘲讽 还主动扯开自己的衣领 让恶魔去啃食她的血液 那如猛受撕裂般的痛感 让女孩惊叫出声 然而恶魔并不满足 继续肆意品尝着她的猎物 尽管签下现在无法动弹 但她并不担心 因为这是她与恶魔签订的契约 随着白智侯力量的恢复 签下终于可以去上班了 刚走进公司 她就被八卦的领导叫去了办公室 问她最近是不是在与白智侯谈恋爱 这让签下当场发懵 她不知道该怎么解释 领导看着她为难的表情 也就没再追问 只是让她为之后的年度发布会做好准 那时会有许多商界名流参加 一听到这 签下顿时来了精神 想着到时候一定要从中找到陷害家美的凶手 领走前 签下忍不住询问领导 她最近是否见过韩兴游 领导表示 她在前一段时间发邮件请假 听到这个消息 签下感到很震惊 自从那个晚上过后 韩兴游就彻底失去了联系 到底是谁替她发的邮件 正午时分 签下还是如往常一样 一个人吃着午餐 但很快几个同事就朝她围了上来 纷纷祝贺她成为白志猴的助理 签下只能尴尬地回应 对了签下 你有没有看最近的热搜 据说咱们集团的二公子万子家 曾经也在咱们公司实习过呢 而且长得超帅 你说她和咱们集团大公子比起来 哪个更帅一点呀 签下顿时被这个问题难住 就在她思考之际 白志猴的身影却突然出现在了她的脑海中 她还不断重复着 自己更帅的话 这让签下很是无语 就在她想要找那个狗男人算账时 她却主动发来了信息 还说自己找到了线索 一看到这条消息 签下就火急火燎地赶去了恶魔家中 她刚进门 就看到了一身正装的白志猴 你今天是去走红盘了吗 对呀 是不是很帅 签下此时懒得理她 只想赶紧知道她的线索 见签下如此无趣 白志猴不悦地皱眉 随后将一个档案带扔给了她 等签下打开一看 却发现里面全是一些新闻报道 你仔细看看他们发布的时间 先报道的都是女性死亡的新闻 随后24小时内 必然会出现一个爆炸性的娱乐头条 并且最重要的是 这些全和万贺集团有关 签下听着白志猴这一解释 还是有些不明白 这和我们查的事情有什么关系吗 她话刚说完 白志猴的脸色就严肃了起来 当然有关系 因为这些命案都不是人做的 听到她这句话 签下彻底愣住了 她无法相信自己的耳朵 你是说还有另外的恶魔存在 不 可能是神 如果是神的话 她应该是好的吧 听着签下的回答 白志猴有些想笑 那你的意思是 我是一具看起来很坏的恶魔呗 签下顿时雨色 看着眼前憨憨的恶魔 她忍不住用手揉了揉她的头发 当然没有了 如果她真的是杀人的神 那你继续帮我查下去 会不会有危险 下一秒 就见白志猴呆呆地问她 危险是什么 这一下子可把签下整不回了 与此同时 在一家医院内 韩兴游慢慢地苏醒了过来 她想起之前自己是被人绑架了 她想要起身离开着 却发现自己无法动难 看着一旁的护士 她连忙求救 并告诉了她自己的信息 然而小护士误以为她发病了 想要给她注射镇定剂 韩兴游看出了她的疑虑 于是一把抓住了她的手腕 告诉她只要帮自己 什么都可以给她 可护士还是将镇定剂打给了她 再等护士从病房里出来 就开始在网上查起了韩兴游的资料 看到屏幕上的照片后 她不知道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于是她深夜再次来到了韩兴游的病房 问她自己帮她会有什么好处 韩兴游告诉她 只需要她去自己公司找个谈签下的女孩 并告诉她自己在这就行 之后我会将我所有的钱都给你 听着这诱人的条件 护士当即就答应了下来 殊不知 他们所做的这一切 都被门外的人看在了眼里 面上冷酷无情的风踢恶魔 背地里却是个老婆奴 每天都想要与老婆轻轻抱抱举高高 只要老婆拒绝 她就会化身小哭包 躲在老婆怀里哭个三天三夜 可在她憨憨的外表下 却藏着一颗温柔的心 只要老婆愿意 她可以为她付出一切 这天天下刚到公司上班 就被一个陌生女人拽到了墙角 给她塞了一张纸条后 就离开了这 天下有些疑惑 不清楚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当她打开纸条看到里面的内容时 就彻底慌了 只见里面写着韩兴游的地址 她急忙去追前面的女人 可追到门口 却早已不见了踪连 随后她就将这件事告诉了白志猴 并约她到纸条上的医院会合 然而当他们赶到医院时 却为时已晚 里面的人早已跑路 不管他们怎么搜寻 医院内就是找不到任何人的踪迹 眼看线索即将中断 签下不得不求助白志猴帮忙 听着她的请求 白志猴只是笑了笑 下一秒 就见她双目星红 开始施展起了魔法 顺时周围的一切都被血色包裹 随着时间的推移 白志猴来到了医院的前几个小时 看着周围熟练的搬运人员 她不明白这里究竟是做什么的 与此同时她开始动用听觉 来探查韩星游的位置 但就在这时 她突然发现了 实施这一切的幕后黑手 白志猴本想偷听一些线 怎料下一秒 就见金发男子直勾勾地盯着自己 这让白志猴心中一惊 她的真身一般人是看不到的 除非她能窥见未来 就在她胡思乱想之间 金发男子却直接从她身边走过去 白志猴看着她离去的背影 这才松了一口气 看来是自己多虑了 她还想继续窥探信息 可刚走没多远的金发男子 却突然转身向她发动了攻击 恶魔大人 我很讨厌被人窥视的感觉 白志猴对于这一击毫无准备 身体直接倒飞了出去 此时在外的牵下 看着突然出现的白志猴 立即将她护在了身前 可不管她怎么呼唤白志猴的名 她就是没反应 她能感受到 这一次穿梭和上一次完全不同 于是她赶忙叫来了外面的保镖 将白志猴送去了医院 看着被送入抢救室的白志猴 牵下很是心痛 只希望她不要离开自己 就这样 她在病房外守了一天 直到手术结束 白志猴还是没有醒来 看着病床上昏迷的白志猴 牵下心中充满了自责 她知道 不能再这样等下去了 如果医生没办法救她 那现在就只有一种方法了 次日清晨 阳光透过窗户撒在病房内 白志猴也缓缓地睁开了眼睛 一旁的保镖健壮 早已激动得泪流满面 白志猴则推开了她 开始在周围寻找起了牵下的身影 可不管她怎么寻找 就是没看到她 此时她有些生气 不知道那个没良心的女人跑哪去了 竟然没有24小时陪在本大人身边 我要记在我的小本本上面 一旁的保镖听后 有些为难地说道 谭小姐可能没办法看你了 因为她也晕倒了 听到这个消息 白志猴立即冲到了牵下的病房 对着里面的医生就摇了起来 医生她这是怎么了 她昨天明明试着脸颊饱满的美少女 怎么今天就变成干湿了 一旁的医生被她这话给逗笑了 连忙解释道 谭小姐只是身体脱水营养不良 休养几天就好了 听着医生的解释 白志猴似乎明白了什么 之后她就静静地陪在了牵下身边 看着她脖子上心的咬痕 心中不经责备道 你个笨蛋 逞什么墙呀 随后她就吻上了牵下的额头 就在这一刻 恶魔彻底对牵下动了心 多了千年的老恶魔居然吃错了 只因女孩与其他异性说小 被老恶魔当场抓包 看着眼前的小白脸 恶魔心里很是不爽 想要用眼神让牵下做出解释 可牵下却以为她是眼睛不舒服 这可把白志猴气得不轻 当场就发出了怒吼 来宣泄自己的不满 原来自从牵下晕倒后 她就一直在医院养老 外面调查的事 也全都交给了白志猴 可这天 牵下在花园里散步 一名小护士却突然跑过来告诉她 有个帅哥来找她 这让牵下很是疑惑 白志猴刚刚不还在路上吗 这么快就到了 可等她到病房一看 原来是自己实习期间的同事万子家 看着眼前帅气的男人 牵下有些害羞 之后他们聊了许多 场面很是和谐 然而这一幕却被突然出现的白志猴看在了眼里 随后病房内就充满了杀气 此时白志猴有些不明白 明明前几天她还舍身救了自己 怎么这么快就开始变形了 可一旁的牵下并不知道她的想法 还以为她是身体不舒服 万子家见气氛有些尴尬 便主动上前打招呼 但白志猴只是冷冷地扫了她一眼 就发起了脾气 这个国家居然还有不认识她的人 牵下看着白志猴憨憨的模样 忍不住笑出了声 白志猴见她这么开心 也就没再生气 把午餐递给了她 与此同时 在另一边 万子豪正翻看着谭牵下的资料 当看到她的家庭关系时 她愣住了 她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这个女人竟然是谭志赫的女儿 当晚她就来到了弟弟家中 询问她白天都做了什么 万子家听后 只是笑着表示道 自己去见了一个朋友 可没等她说完 万子豪就说出了谭牵下的名字 听着这些 万子家知道 她又派人跟踪自己了 哥 你到底想要做什么 我只是关心我的弟弟们 不过 你以后最好离他原点 不管你是想交朋友还是谈恋爱 最好打消这个念头 怎料他话刚说完 就遭到了弟弟的反驳 哥 请你告诉我一个合理的理由 要不我是不可能改变自己的计划的 我喜欢谭牵下 我这次回来就是为了追他 看着眼前倔强的弟弟 万子豪也没再说什么 第二天在医院内 牵下一早就收拾好了行李准备出院 可就在这时 门口却传来一段熟悉的声音 牵下听后 毫不犹豫地冲向了门外 他敢肯定这个声音他不会记错 因为他从小就没见过自己的父亲 每天也只能自己一个人回家 可突然有一天 一个自称是母亲朋友的叔叔 递给了他一把伞 当时他的声音 牵下永远记在了心里 他能感受到那个人就是自己的父亲 如今他再次出现 自己绝不能再和他错过 再等牵下赶到电梯口时 门已经关上了 不管他怎么按 门就是不开 可就在这时 白志豪也上来了 看着他委屈的表情 他以为是谁欺负他了 牵下只是摇摇头没再说话 随后在白志豪的陪伴下 牵下回到了他原来的家 但当白志豪听他说要继续住在这里时 他立刻变得急躁了起来 你难道忘了不久前 闯进你卧室的坏人吗 如果有人在威胁你的安全怎么办 可韩星游现在生死未卜 所有线索都断了 如果再不找出新的突破口 可能以后就没机会了 我不害怕 也绝对不会逃的 看着他坚定的表情 白志豪不禁夸赞道 不愧是我选中的契约者 很勇敢 正好我有个东西要给你 可就在这时 门外却传来了敲门声 等他打开门 却见一个小哥给他递过来一个快递 牵下顿时懵了 他记得自己没买过东西 等看到发见人 原来是万子家寄来的 一听到这个名字 白志豪的脸色瞬间就黑了下来 他不明白这个人类小子想干什么 等牵下打开盒子 里面赫然出现了一条精美的礼裙 还有一张邀请他当舞伴的卡片 花缭乱 就在白志豪认为 牵下会穿着他的裙子去参加发布会时 怎料他两条都不选 这可把他吓了一条 因为我有自己的裙子 随后牵下就从柜子里翻出来一个盒子 这条裙子可是家美当时给我亲手做的 是属于我独一无二的高顶 随着发布会时间的临近 白志豪与牵下也忙碌了起来 然而在发布会前一天 万鹤集团却突然邀请白志豪参加晚宴 牵下害怕这是个陷阱 提醒他注意安全 但白志豪并不在意 牵下也就没在说什么 很快 白志豪就进入了酒店 刚进门 他就被接待热情地请进了包厢 可等他看清包厢里的人士 顿时愣在了原地 里面坐着的 竟是上次打伤他的恶神 上次冷酷无情的腹黑恶魔 实则是温暖心软的神 眼看牵下即将从高楼坠落 危急时刻 恶魔男主突然出现 将他紧紧地护在了身前 尽管他的恶魔之力还未恢复 但为了牵下 还是会奋不顾身地去救他 原来自从白志豪进入晚宴后 他就一直担心起了牵下的安危 因为身旁坐着呢 正是上次打伤他的恶神 此刻白志豪心里很乱 他不明白他们为什么要叫自己来这 还是说他们已经知道牵下的计划 如果在这里与他起冲动 会不会波及周围的人 然而就在他出神之际 一旁的京城忍不住嘲笑道 想不到我们高高在上的恶魔大人 也会担忧这些无关紧要的人类啊 他话刚说完 白志豪就愣住 他没想到眼前的恶神 竟然能读取自己的想法 这让白志豪更加猜不透眼前恶神的实力 眼见恶神就要动手 白志豪立马就抓住了他的手腕 然而下一秒 白志豪的手心就传来一阵炙热的灼烧感 他的手竟被烫伤了 此刻他只觉后背发凉 因为这种火焰 只能吸收人类的灵魂来换火 他不清楚眼前的恶神 到底吸收了多少人类的灵魂 随后他就来到了厕所躲避 想着依照现在的局势 只能依靠恶魔形态和他拼一拼 不过我现在好想牵下呀 手好疼 算了 打个电话听听他的声音吧 怎料下一秒 他的身后就传来了恶神的声音 原来我们的恶魔大人做这一切 都是为了那个女人呀 不是说恶魔不会对人类动心吗 你说要是那个女人出事 你会不会像人类一样行动 此刻白志豪再也压制不住心中的怒火 对着眼前的恶神警告道 你敢动他我就杀了你 怎料话刚说完 恶神就笑了起来 留下一个阴冷的表情就消失在了原地 白志豪想要追上他 但因旧伤未愈 无法跟上他的速度 与此同时 在另一边的谈牵下 还不知道危险即将到来 他当做完蛋糕准备去白志豪家 突然间 一个黑影出现在了他的面前 死死地掐住了他的脖子 人类你到底有什么特别之处 如此吸引恶魔呢 说着他就张开了自己天使的羽翼 将牵下带到了曾经加美跳楼的天台 精诚看着牵下那恐惧的表情 心里很是满意 他忍不住放声大笑道 人类我可是特意挑了一处好地方 让你和你的朋友死在一起 牵下此时已濒临崩溃 他只希望白志豪能出现救自己 可随着恶神手指全部松开 白志豪也没有出现 就在牵下准备接受自己惨死的命运时 他突然看到了一个黑色的身影 正向他冲来 那是白志豪 下一秒 白志豪就紧紧地抱住了他 瞬移到了天台 还小声安慰他别害怕 看到这感人的一幕 恶神不禁嘲讽道 恶魔大人你的速度有点慢哦 与此同时 白志豪也转化了形态 向着京城走去 从现在开始 这个恩怨就是你和我的 牵下我不会有事的 你快逃 看着白志豪决绝的身影 牵下顿时就慌了 难道说他要完全使用自己的能力 牵下还想阻拦 但为时已晚 白志豪已经使用了自己全部的能力 准备与恶神来个鱼死网破 留住媳妇的心 腹黑恶魔不仅哭成了狗 甚至还将自己的羽毛作为了定情性命 女孩看着自己胸口的印记 很是开心 作为交换 他在恶魔手心画的一只盒 可不管恶魔怎么看 他都觉得这是一只鸭子 不过只要是老婆画的 他都喜欢 原来就在前一段时间 牵下遭到恶神的绑架 白志豪为了救他 重用了自己全部的力量 京城看着眼前黑化的恶魔很是满意 不错 这样才配做我的对手 怎料他话刚说完 白志豪就已冲到了他的面前 只是一拳就将他击飞了出去 京城此刻只觉自己的左臂端 他不明白白志豪的力量何时变得这么强 还没等他喘口气 白志豪再次发起了攻击 他先是将恶神提了起来 随后就朝着他的脸上砸去 就在他准备给恶神最后一击时 京城却顺移到了一边 他此刻觉得自己快要散架了 再照这样发展下去 自己肯定会被他给整死的 所以他决定先跑为上 随着战斗的结束 牵下早已吓得愣在了原地 他还从未见过白志豪这副模样 随后他就呼唤起了白志豪的名字 想问他是否受伤 怎料下一秒 白志豪竟直接向他冲来 那速度太快 牵下也没时间躲闪 就在他以为自己会被白志豪撕碎时 可等了许久 身体上却始终没传来痛感 在等他睁眼 眼前的一目不禁让他红了眼眶 只见白志豪用自己的羽衣护住了他 看着地上的血迹 牵下心疼不已 只是一个劲地说着对不起 随着时间流逝 白志豪逐渐恢复了人形 牵下 没事的 我一点都不痛 你不要哭了 话刚说完 他就脱离向后倒去 眼看他就要摔倒在地 牵下急忙护住了他 看着眼前哭泣的女孩 白志豪轻轻勾了勾嘴角 用最后的力气说了句 不要害怕他 然后就昏迷了过去 看着眼前傻傻的白志豪 牵下再也克制不住自己的情绪 直接抱着他哭了起来 而此刻在另一边 只剩最后一口气的京城 来到了万子豪的住处 并让他给自己找些人类 万子豪刚想拒绝 京城却已昏迷 看着床上的京城 万子豪突然萌生了一个邪恶的想法 他当即就拿起了桌上的餐刀 想要了结这恶神 这样他就可以彻底结束 与恶神的交易了 自打他记事器 父亲就让自己完全听从京城的话 他那时还有些不明白 父亲为什么那么敬重他 直到有一天 他看到了那血腥的一幕 他这才明白京城是一个什么样的存在 他刚想打电话报警 却被突然出现了父亲挂断 从那一刻起 他的世界就彻底不同了 最终他还是没有勇气下手 给自己的医院打去了电话 与此同时 在白志豪的住所内 保镖刚买了糖果回家 一进门 他就听到了老板奇怪的叫声 这声音也让保镖顿时羞红了老脸 而在房间内 千夏正认真地为白志豪包扎着伤口 白志豪则一脸满足地吃着糖果 千夏轻轻摸着他的伤口 很是心疼 对不起 都是因为我复仇的行愿 才害得你变成了这样 说什么傻话呢 你都差点死在了我的手里 不过我有一个东西要给你 就在千夏感到好奇时 白志豪突然将自己的羽毛拔了一根 千夏看着他迷惑的行为 有些懵 下一秒白志豪就给羽翼滴了一滴血 然后融入到了千夏的体内 紧接着他的胸口就出现了一个印记 有了这个 以后就算我失控 也不会再伤害你了 因为我会将你看作自己的羽毛 很酷吧 听着他说的这些话 千夏觉得心里暖暖的 当即他也想为白志豪做些什么 于是他就给他画了一只盒 但白志豪总觉得他像只鸭子 然而在这安静祥和的背后 一场阴谋正在酝酿 在一所医院内 经过万子豪的抢救 京城终于醒了过来 万子豪看着他狼狈的模样 忍不住提议到 让他与白志豪和平相处 但京城听后 只是笑了笑 他站在那个女人那边 与我们和平相处是不可能的 那个女人的父亲 可是你们家最不想提起人 当时你的父亲 为了夺取万贺集团 借助我的力量 从谭志豪手中抢过来 你觉得他会与我们和平相处吗 听着他说的这些 万子豪的脸色很是阴沉 他仍然想要去劝一下谭千夏 因为他觉得 钱可以平息一切问题 那如果还是劝不动呢 那他就属于你了 京城听到这句话 很是满意 露出了一抹圣人的微笑 本冷酷无情的腹黑恶魔 如今却化身小奶狗 碰一下就羞红了猪耳朵 他本想表明自己的心意 可关键时刻 却又害羞地说不出话来 随着发布会的顺利召开 白志豪也被邀请去当了代言人 看着台上欢快的恶魔 千夏却满脸愁容 担心他的身体是否能承受得住 要是那个恶神再次出现 他一定会有危险的 就在他想的出神之际 一个声音却打断了他 眼看来者是万子佳 千夏笑着与他打招呼 谢谢你上次送我的裙子 但他对于我来说太贵重了 我不能要 没事的千夏 我觉得那个裙子很适合你 千夏其实我这次过来 是想问你有没有喜欢的人 如果没有的话 我可以追求你吗 这突如其来的告白 让千夏有点懵 他没想到万子豪竟然喜欢自己 正当他犹豫该怎么拒绝他时 大厅内竟想起了白志豪签约成功的消息 看着台上的白志豪 千夏眼里满是温柔 他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 自己越来越离不开他了 看到他受伤的模样 自己也会心疼 或许这就是喜欢吧 对不起自家 从我认识你开始 我就一直把你当朋友 能够被你这样优秀的男生喜欢是我的荣幸 不过我已经有喜欢的人了 万子豪看着千夏坚定的眼神 也就没再强求 随着发布会的结束 千夏走向了后台 想着给白志豪来个独家专访 可还没走两步 白志豪却突然出现在了他的身边 这可把千夏吓了一跳 刚才天降只喝你看到了吗 见千夏摇头 白志豪有些生气 你竟然没看到 那可是我特意给你准备的 你这个薄情寡义的女人 千夏看着她憨憨的模样 有些想笑 好了 其实我看到了 你今天伤口还疼吗 有没有什么地方不舒服 你放心 我没事的 不过等会有好多人要采访我 你跟我一起去好不好 听着她这一要求 千夏觉得有些头疼 里面还有集团的其他高层 这样影响不好 我就在外面等你吧 还没等白志豪拒绝 千夏就已将她强行推了进去 看着关上的房门 千夏这才松了一口气 就在她想找个地方休息时 却被突然出现的万子豪叫去了办公室 看着眼前冷漠的男人 千夏记得白志豪曾经和她说过 京城与万子豪的关系很密切 虽然现在还不知道她的目的是什么 但可以确定她是自己的敌人 千夏 你来我们公司也有一段时间了 我也通过我的秘书了解到 你的好友李嘉美去世的消息 其实我也很痛心 谁会希望自己的员工出事呢 不过我已经派人对这件事做了调查 发现传出照片的是洛星男 集团已经对她进行了严肃的处理 你放心 她一定会受到法律的制裁 听着她说的这些 千夏脸色瞬间就黑了下来 她不明白 万子豪一上来就提嘉美的事 是何用意 所以万总的意思是 我希望你可以忘掉这些 正好我们公司今年会有三个海派名额 你去散散心如何 听到这 千夏这才明白了她的意思 直接拒绝了她 万总这机会还是留给更有实力的员工吧 还有我的直觉告诉我 这幕后真凶不止洛星男艺人 一定还有其他的势力 说不定就潜伏在万总你的身边 万总还是小心点比较好 如果没有其他事 那我就先走了 等千夏离开后 千夏刚出来 一个男人就鬼鬼祟祟地跟着她进了厕所 就在男人寻找千夏的踪迹时 千夏早已绕到了她的身后 打起电棍就是一顿教训 你妈妈没教过你吗 女人的洗手间 男人不准闯入 之后她就叫来了保镖大叔 一起处理了这个人 此刻一直在外跟踪的谭志赫看到这影 不有感叹道 自己的女儿真是长大了 然而就在这时 千夏正好看到门外的男人 当即就向外追去 等一下别走 看着眼前男人的背影 千夏认出她就是上次在医院出现的那个人 是你妈爸爸 可谭志赫却没有回她 只是让她不要和恶魔做交易 听到这句话的千夏微微发愣 她不明白父亲是怎么知道恶魔存在的 难道她也许愿了 要俘获老婆的心 父陪恶魔每天都会换不同的造型来攻略她 看着老婆崇拜的眼神 恶魔的心里很是满足 但一看到老婆伤心的模样 她则会使出浑身解数逗她开心 这天在千夏解决绑匪的途中 意外发现了躲在暗处的父亲 她本想留住她 可父亲最终还是选择了离开 千夏看着父亲离去的背影 心里很是落寞 在等白志猴找到她时 就见她正一个人躲在楼道里痛苦 白志猴不明白她这是怎么的 当即便使用魔力窥探起了前面所发生的事 看着那个男人的出现 白志猴有些愣神 她没想到那个男人还是回来了 再震惊之余 她也哄起了小千夏 别哭了 作为恶魔的女人怎么能掉眼泪呢 白志猴 我的父亲是不是也向你许过怨 他是拿什么和你做的交换 是我吗 所以她才这么多年都不肯见我是吗 白志猴没想到千夏会问这个问题 她一时也不知道该如何回答 随即她又调整好了自己的思绪 给千夏解释了起来 其实你的父亲的确召唤过我 而且还是两次 第一次是她和你的母亲无法生育 渴望拥有一个孩子 第二次是她遭受朋友陷害 被迫陷入绝境 她恳求一个翻身的机会 不过当我说要用你们父女之间的联系 作为交换时 她却拒绝了 她还是舍不得你 听到这个千夏 不禁瞪大了眼睛 她没想到自己出生 竟然是因为恶魔 但想想父亲所遭遇的一切 她还是有些难过 好了 开心点 等她完成自己要做的事 一定会回到你身边的 也对 不过我们首先要确认一件事 我怀疑想害我的人 可能是万子豪 之后她就与白志猴 一同出现在了展会 看着大屏幕上签下的身影 万子豪顿时就慌了 她赶忙给杀手发去了信息 与此同时 在地下室内 保镖大叔用杀手的手机 给万子豪打去了电话 只要她一出生 就可以确认她的身份 可万子豪却十分谨慎 直接挂断了电话 她害怕自己的位置暴露 将手机扔到了一边的水池 可她刚走没一会儿 万子家就来到了这边 将水池里的手机捞了出来 她总觉得 最近哥哥的举动很奇怪 好似在故意隐瞒着什么 她刚打开手机 一条邮件就弹了出来 她刚想点进去 可邮件却自动删除了 这让万子豪觉得十分奇怪 之后她又将手机的 所有内容都查了一遍 只发现了一个地址 再没其他任何有用的信息 她决定要到这里去看看 与此同时 在一处封闭的房间内 韩星游被外面的吵闹声所吸引 自从她转移到这所新医院后 就在没来过病院 今天这是怎么了 她刚探头向外看去 等看清单架上躺着的声音 她瞬间害怕地躲到了门后 不敢发出任何声音 她不明白这个恶鬼 怎么会出现在这 当初她去办公室取证据 就是这个恶鬼将她定在那 还在她面前毁去了证据 当时她还说着 再来多少个白痴猴 里面关着许多昏迷的女性 京城受伤之所以来着 或许就和她有关 她们之间肯定存在着某种利益关系 而京城似乎与白痴猴认识 她当当的伤势几乎不是人可以承受的 难道白痴猴也是超能力者 随着思路的理清 韩星游的脸上露出一抹兴奋之子 依照现在的情况 今晚就该实施她的计划了 有一个嘴硬且自恋的恶魔男友 是一种什么体验 女友想将她拽过来挑衣服 她竟以为女友是想要亲亲 嘴唇刚想凑过去 净意外看到了女友手机上的帅哥屏保 这让平日里本就爱吃醋的恶魔 当场发出了怒吼 韩千夏你竟然背着我存其他男人的照片 我再也不理你了 千夏看着眼前可爱的恶魔 一时也不知道该如何是好 这天在一所封闭的医院内 韩星游意外在病房里看到了 外面重伤昏迷的恶神 随即她也推断出了 万子豪与恶神之间的关系 看着逐渐明确的线索 她决定今晚就开始实施自己的计划 当即她就取出了藏在床下的麻醉底 并且大声呼喊起了外面的护士 称自己想上厕所 护士长健壮 便将这种小事推给了新来的小护士 谁料小护士刚带她到厕所 就被韩星游弄晕了过去 并且她还换上了小护士的衣服 准备从这里逃出去 怎料她刚从厕所出来 就遇到了另一个医生 就在她以为自己要暴露时 那个医生却让她去手术室帮忙 见此情形 韩星游只能无奈地听从命令 但当她来到手术室 就看到了这一生永远无法忘记的画面 只见里面躺着众多干枯的女孩 他们的血液症源源不断地流向了恶神 韩星游现在只想尽快逃离这里 她觉得自己快疯了 可最终心底的一抹正义 驱使她留在了这 她打算将这一切都公布出去 去救那些躺在病床上的女孩 于是她拿走了小护士的手机 将医院内的犯罪证据都拍了下来 眼见手术室的治疗即将结束 韩星游赶忙将这里挥出了原样 并叫醒了昏迷的护士 谎称她前面在厕所突然晕倒了 小护士见周围没有什么异常 便将签下送回了病房 然而当小护士下班准备取手机时 却发现手机不见了 一旁的护士长见状 给她的手机打去了电话 却发现她的手机关机了 最终他们还是将这件事报告给了经理 经理听后 加强了整所医院的戒备 并且还搜索了所有人的房间 但却一无所获 殊不知他们的这些计策 韩星游早就猜到了 为了不被他们发现 他事先将手机藏到了垃圾桶 再等到每晚十二点到垃圾室取出来 与此同时 万子佳也根据哥哥手机上的地址 来到了这所医院 原本他以为是哥哥病毒 但当他看到医院的铁门时 他打消了自己的猜想 不禁怀疑起这里不是医院 而是一所监狱 正当他想进一步了解这里时 哥哥的手机却响了起来 只见里面是经理发来的信息 万子佳看着这条信息 内心感到一阵刺痛 果然哥哥在背着他 做一些见不得人的事 看来今天他是得不到有用的消息了 于是他就先离开了这里 此刻在医院的澡堂内 韩星游拿出了事先藏好的手机 给谭千夏发去了 自己所拍到的证据 而这时在会场里的 谭千夏正吃着东西 忽然身后有人叫住了他 千夏记得这人 他是家美以前的同事 只见那人露出一脸鄙夷的目光 说着千夏现在所过的生活 一点都没有把死去的家美放在心里 千夏刚想解释 却被突然出现了白智猴打断 却见白智猴一脸凶狠的盯着胖子 并与其争吵了起来 胖子眼见敌不过 便灰溜溜的跑了 与此同时 千夏的手机也响了起来 看着里面的信息 他赶忙将身后的白智猴拉到了身前 让他去看这条消息 看着新出现的线索 两人会心一笑 看来韩星游还活着 新的战役该打响了 应激恶魔套路追漆 故意装病让老婆帮他上药 想用美色来诱惑他 看着眼前的双开门大冰箱 千夏早已紧张的脸红心跳 可最终还是选择了跑路 恶魔看着他离去的背影 忍不住偷笑 老婆还是这么单纯啊 这天在千夏收到韩星游的线索后 就召开了紧急会议 与此同时保镖大叔也让那名杀手松了口 得到了是万子豪指派他去抓谈小姐 通过眼前的线索 千夏觉得距离最后的真相越来越近 随即他就打开了韩星游发来的文件 文件中包含着恶神 曾经使用过的身份信息 还有一张打着对错的表格 很快他们就发现 韩星游的编号也出现在了表格中 他的后面正好打了个勾 面对这个发现 三人心头不由一己 难道说这些带有X号的编号 代表的可能是死亡 看来事情并没有他们想的这么简单 但现在不清楚的是 这些文件和可口实物的群组 又有什么关系 就在千夏不知道该从哪方面下手势 他忽然想到了一个人可能会帮到他 那个人正是万子豪的弟弟 万子佳 于是就在白智侯万般拒绝的情况下 请来了昔日的情敌 白智侯看着他们俩聊得这么开心 差点气得连后槽牙都咬碎了 虽然他知道千夏现在最需要的 就是他的帮助 但他不知道为什么会这么生气 在接下来的时间里 千夏避开了他哥哥要害自己的事实 江家美遇害 以及自己的复仇计划 全都告诉了万子佳 希望他可以帮忙查出群组背后的人 他本以为万子佳会考虑一段时间 但没想到他竟直接同意了下来 千夏是不是只要我成为那个群的会员 就可以帮到你 是的 那我知道了 正好明天晚上会开展万和集团的庆功宴 会有许多集团的员工参加 届时我会尽力搜寻群聊的线索 千夏听着他说的这些 感到心里暖暖的 紫佳谢谢你愿意站在我这边 没事的 我只是选择做正确的事吧 不要有心理负担 看到这一幕的恶魔 此刻连杀了万子佳的心都有了 那个小子竟然敢摸千夏的头 我一定要让他好看 一旁的保镖大叔 此刻可谓是有苦说不出 只能极力地劝说让老板冷静下来 然而千夏看着万子佳离去的身影 心里很是担忧 下一秒 白智侯竟直接捂住了他的眼睛 千夏你再多留恋一秒的话 会威胁他生命的可就是我了 整个晚上 如果他有一瞬间的皱眉或者拒绝 我或许还不会这么愧疚 可他却毫不犹豫地答应了下来 他还想说什么 却被白智侯拦了下来 你是不是熬夜熬糊涂了 我们当下首要任务 是找出那些躲藏在暗处的凶手 而且我的直觉告诉我 他可能知道些什么 与此同时 在另一边 万子佳还没有从千夏所说的事情中走出来 他没想到平日里最敬重的哥哥 竟然会默许集团里有这样的群体出现 他现在只觉得自己的哥哥变得好陌生 夜幕降临 在一处豪华别墅内 万子豪也得知了自己弟弟去医院的事 就在他疑惑弟弟是怎么知道那个地址时 万子佳却正好来了 一进门 他就将自己丢掉的备用机放到了桌子上 看着这部手机 万子豪也明白了他是如何找到那个医院的 正当他思考自己的弟弟是不是知道些什么事 一旁的万子佳却突然开口问道 哥哥你是不是病了 看着他关心的神情 万子豪这才打消了怀疑 随即他就顺着弟弟的话说了下去 在等弟弟走后 万子豪就给医院打去了电话 让他们加强那边的监管 时间很快就来到了第二天的庆功宴中 万子豪也向众人介绍了自己的弟弟 在众人的一片欢呼声中 宴会正式开始 在这其中 万子佳也看到了白志豪的身影 随即他就以上厕所为由 去找了白志豪 这么黑的地方戴墨镜 你能看清楚酒杯在哪吗 白志豪不屑地回答道 帅哥的是少管 不过说说你吧 这里这么多人 你要怎么接近可疑的对象 谁料他话刚说完 一旁的万子佳就露出了一抹自信的笑容 我不需要主动接近他们 所有的诱惑都会主动找上我 毕竟我可是万鹤集团的二少女 听着他说的这些 白志豪忍不住白了他一眼 你个黄毛转什么呀 我还想说我是全宇宙 独一无二的恶魔呢 果然在万子佳回去后没多久 就有人来套近乎 万子佳也没拒绝 与其闲聊了起来 之后他就以无聊为由 给眼前的人说了群组的名字 可那人听后 却满脸疑惑地看着他 面对这种情况 万子佳感到头疼 看来就算在这里找线索也并不容易 可就在他苦恼之际 身后却有人开口道 想看些有趣的东西吗 一听到这个声音 万子佳不由勾唇一笑 看来鱼儿上钩了 随即他就跟着这个男人 来到了地下二层 看着这里豪华的装饰 万子佳没想到这里 居然还隐藏着一个拍卖回来 就在他询问这个男人 这里拍卖的是什么东西 男人却露出了恶心的笑容 加总戴上面具 一进去就知道了 怎料万子佳刚一进去 就愣在了原地 只见里面的空间很大 有许多与他一样戴着面具的人 可他们拍卖的物品 竟然是人 了整股情敌 腹黑恶魔化身美少女 只为看到他出球的模样 果不其然 情敌一下子就被吓哭了 看着他哭唧唧的样子 恶魔忍不住笑出了声 并在一旁拍摄了许多照片 准备拿回家给媳妇看 也让他开心开心 原来就在前不久 万子佳想要通过集团的庆宫宴 寻找群组的线索 就在他不知道该从哪下手势 一个男人却找上了他 问他想要看些有趣的东西吗 万子佳没有拒绝 只是跟在男人身后 来到了地下二层 看着这里豪华的装饰 万子佳没想到这里 还隐藏着一个拍卖会 就在他疑惑男人 为什么要带他来这里时 可等他进入拍卖会的一瞬间 他却彻底愣住了 只见里面拍卖的东西 并不是物品 而是活生生的人 男人看着万子佳 惊奇的眼神 并没有感到意外 而是轻车熟路地 带着他来到了一个包厢 听着外面刺耳的敲锤声 万子佳这才缓过神来 并询问一旁的男人 这些女孩是心甘情愿 做商品的吗 男人听后只是轻蔑笑了笑 哪有正常人愿意来做这个的 一般都是因为欠下巨债 来还债的 不过就算是还债 能来到这里也是他们的荣幸 听着他说的这些 万子佳强忍着心中的怒骨 说出了来这的任务 你说的对 可这样的品质 可口的食物里不是有很多吗 何必花这么多钱参加拍卖会呢 男人听着他说了群组的名字 一时也有些兴奋 家总难道你也是群里的会员 不是 我也是无意之中听到的 还没有机会进呢 原来是这样 没事我可以拉你进去 不过每一位申请者 都必须上传 亲自拍摄的视频和照片 才能通过 不知道家总手上有现成的吗 这样能申请的快点 他话音刚落 万子佳就无奈地摇了摇头 表示自己不太习惯 拍那方面的照片 毕竟我的身份很明感 要是意外流出去 会影响集团声誉的 男人听着他这一解释 也没有怀疑 只是露出了一个阴冷的笑容 随即他就举起了 自己手里的号牌 打算给家总送一个 看着这一情形 随着时间的推移 拍卖会很快就结束了 而此刻在一处包厢内 一个蒙眼女孩 正忐忑不安地坐在床上 而在一旁的万子佳 正白头想着办法 如果自己不拿视频出来 这条线索可就断了 但也不能做那种事 就在他头疼之际 身后的房门却被敲响 一打开门竟是白志侯 就在他疑惑白志侯 是怎么找到这里的事 白志侯竟直接走到了女孩面前 施展魔力让他睡了过去 万子佳看着这不可置信的一遇 一时有些蒙 他不明白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眼前的白志侯到底是谁 就在他疑惑至极 白志侯随便摊开了双手 并让他不要眨眼 我今天就为你破例一次 接下来我要变身美少女 看着眼前发疯的白志侯 原本很蒙的万子佳变得更蒙了 之后就见白志侯身边 燃起了黑紫色的烈焰 万子佳此刻只觉疯了 在他震惊的目光中 原本还是男生的白志侯 竟然变成了女生 并且还和一旁昏睡的女孩 长得一模一样 他这辈子哪见过这样的画面 当即就被吓得哭了起来 当然白志侯也不会错过 这样的好机会 赶忙拿手机记录了这一刻 随后他就将手机扔给了万子佳 本来我可以直接 将假影像给你的 但我太好奇你惊讶的表情了 拿着这部手机去隔壁交差吧 保证满意 万子佳看着手机里的影像 一时还有些蒙 不明白这些文件是怎么一回事 这些文件你就理解为换术好了 明白了 我会先处理正事的 不管你是什么 只要你站在签下这边 就说明不是恶人 但如果你不是人 我是不会同意你和签下在一起的 随后他就来到了隔壁房间 将视频给了男人 看着男人恶心的笑容 万子佳只想早点离开着 加总你稍微等等 我已经将你的申请信息发过去了 这个软件是获取资格后才能下载 一个星期就会作废一次 虽然每周都重新下载会很麻烦 但是保密工作做得很好 男人还想说些什么 就被万子佳手机弹来的信息所打乱 渐进入群组成功 万子佳随即编了个理由离开了这 男人也没有阻拦 只是露出了一抹恶心的笑容 排位救恶魔 被恶神刺穿了胸膛 看着怀中奄奄一息的女孩 恶魔彻底疯了 小千夏你快醒醒啊 醒了我给你买漂亮衣服好不好 随着时间的流逝 千夏化为星星光点飘到了空中 最终只剩下了一片羽毛 原来就在前不久 万子佳离开凯文的房间后 就有一伙人冲了进去 并把他强行拽了出来 一开始 凯文还在剧烈的反抗 当得知这些人是万子豪派来的 他彻底怂了 就在他思索自己做错了什么事 领头的男人却突然开口道 万总有话托我带给你 已被解雇了 要是不想被切成片扔到湖里头了 就立刻离开这里 再也不要出现 还没等男人寻问原因 他就被保安拽了出去 此刻在酒会里的万子豪 也收到了小弟任务完成的消息 他不由露出了一个阴冷的笑容 脏东西 这就是你把手伸向我弟弟的下场 还没等他开心多久 他的手机就响了起来 一看是恶神打来的电话 万子豪不由皱眉 你不好好在医院里静养 打电话给我做什么 因为我有一个好消息要告诉你 我已经恢复好了 与此同时在另一边的白志豪 正向千夏炫耀着自己的成果 小千夏事先说明 这些功劳都是我的 和万子家无关哦 看着眼前憨憨的恶魔 千夏无奈地摇了摇头 随后他就查看起了群组的信息 发现里面竟然还有自己的名字 你放心 我是不会让你的照片 出现在这个群组里的 白志豪本以为这样 能让千夏安心一点 谁料千夏竟直接拒绝了他 我们可以用我的照片 来引起一号的注意 听着他这危险的计划 白志豪当场就急了眼 连忙抢起了手机 你如果敢上传你的照片的话 我现在就咬死你信不信 好了不是你想的那样 你听我把话说完 你仔细看看这个交流功能 我们可以联系到一号 只要他回复 你就可以依靠你的魔力 追踪他的位置了 随着千夏解释完 白志豪这才冷静了下来 不过你确定这样发他会回复吗 我也不确定 只能壮壮运气了 可等了许久 手机依旧没有传来回复 这也让疲惫的两人 沉沉地睡了过去 在接下来的时间 两人一直在关注着群组的信息 深夜加班回来的恶魔 看着千夏仍在等回复 这让他不免有些担心 小茶猫你饿不饿呀 要不我给你点外卖 见千夏摇头 白志豪有些不怨 你知不知道人类不吃饭会死的呀 我还不饿 话音刚落 千夏的肚子就不争气地叫了起来 这个好像是有一点饿 可他话刚说完 就见白志豪一直在盯着自己 这让他不免有些疑惑 你干嘛这样看着我 是我脸上有脏东西吗 不是 我只是有些好奇复仇之前的 你是什么样子 还没等千夏开口解释 周围的时间就停止了下来 随即白志豪就穿越到了千夏复仇前 看着眼前笑容灿烂的女孩 一旁的白志豪忍不住偷笑 原来他以前也这么贪吃呀 等千夏买完小蛋糕 白志豪的恶魔很是着急 快买回去啊 这么便宜的 见千夏又把衣服放回了原位 恶魔彻底无语 就这样 恶魔一直跟在千夏身边 看着他以前的生活 直到深夜 千夏独自坐在天台望着天空 对着飞过的流星 学起了自己的愿望 我希望十年内 能在这个城市买到属于自己的房子 和家美成为邻居永远在一起 白志豪看着这样的千夏 有些失神 他觉得自己不应该来的 过去越是平凡幸福 未来越是破碎不堪 再等千夏醒来 白志豪早已没了踪影 只剩下桌上的蛋糕 与一件新衣服 还没等千夏疑惑 白志豪为什么要给他买这些事 他的手机却弹来了群组的信息 排位就恶魔 被热神刺穿了胸膛 看着怀中奄奄一息的女孩 恶魔彻底疯了 小千夏你快醒醒啊 醒了我给你买漂亮衣服好不好 随着时间的流逝 千夏化为星星光点飘到了空中 最终只剩下了一片羽毛 原来就在前不久 千夏通过万子家的帮助进入了群聊 为了获取一号的位置 千夏以自己的视频为诱饵 向一号发去了信息 可连续等了几天 迟迟都没等到对方的恢复 就在千夏即将放弃时 手机突然弹出的一条信息 吸引了他的注意 一看是一号的恢复 千夏赶忙叫来了一旁的白志豪 让他定位一号的位置 白志豪听后微微点头 随即动用魔力在手中召唤了一柄飞剑 直接刺穿了手机 就在千夏疑惑白志豪这是在做什么事 下一秒手机竟然自己动了起来 之后他们跟随手机的指引 来到了一处破旧的居民楼 看着这里破败的景象 千夏有些惊讶 他没想到一号居然住在这种地方 然而千夏内心并没有一丝同情 只有愤怒 这一切都是因为一号创建了那个群聊 才让家美被那群圆渣盯上 随后他们装作送外卖的员工 敲响了一号的房门 可听这里面传来的声音 千夏不由瞳孔一锁 这个声音他似乎在哪里听过 可当房门打开的一瞬 千夏就愣在了原地 怎么会是他 只见开门的人 就是家美以前的同事 同样胖子也没想到外面的人是千夏 他刚想关门 却被白智侯一板拦了下来 你们想做什么 你们这是擅闯名宅 还没等他说完 千夏上来就是一巴掌 直接对胖子就打了起来 一旁的白智侯看到这一幕 也有些发愣 他还从未见过千夏这样 随后他就默默地关上了房门 看着里面所发生的一切 不管男人如何求饶 千夏始终没停手 直到手都打破了 白智侯这才上前拦住了他 让他先冷静一会 然而此时的千夏已经接近疯狂 他只想拿胖子的命为家美报仇 胖子一听 顿时有些慌了 赶忙向千夏求饶了起来 千夏我不是故意的 我没有想害死家美 我最喜欢他了 虽然胖子表面是这样说的 但内心却在咒骂千夏 这个臭女人是怎么找到他的 等过了今天看我怎么收拾 他本以为自己这样做千夏就会放过他 可他并不知道恶魔有读取别人内心的能力 自然他刚刚的话也传入了白智侯耳中 这下白智侯也忍不了了 直接将胖子甩了出去 胖子此刻可谓是有苦说不出 就在他想自己是哪句话说错了时 下一秒他就觉得脖子一挤 呼吸困难 眼见胖子即将断气 千夏赶忙叫住了白智侯 他打算自己动手 一个人渣 是否还记得千夏 他是唯一一个站出来为你说话的人 你晚上睡得安稳吗 我为他感到不值 我要拉着你同归于己 胖子看着眼前癫狂的千夏 这下知道害怕了 拉着一旁的白智侯想让他救救自己 可白智侯却嫌弃地将手抽了回来 为了不把事情闹大 他直接把胖子弄晕了过去 并让千夏冷静一些 你不能变成和他们一样的人 千夏不知道为什么 在这一刻他觉得只有恶魔的胸膛 才能让他安心 等胖子醒来已是第二天 他刚起来就发现自己被绑住了 他刚想大声呼救 就对上了千夏犹如死神一般的目光 胖子我们需要你做几件事 几件可以搅动这个罪恶世界的事 黑恶魔舍弃了自己所有的力量 与神做了交易 只为让老婆回到自己身边 最终神被他们的爱情所打动 满足了他的请求 看着老婆缓缓地睁开了双眼 恶魔又惊又细 久久地抱着他都不敢松手 女孩被这突如其来的拥抱弄得有些懵 这还是他第一次见恶魔这样主动 他并没有推开他 只是静静地享受着这一刻 他不知道为什么 只有恶魔的胸膛才能让他感到安心 这天白智侯通过一号发来的信息 锁定了他的位置 但当他们找上门时 却发现里面住着的竟是佳梅以前的同事 这让千夏一时无法接受 当场就对着胖子宣泄起了自己的怒目 眼见千夏就要让胖子为家没抵命 地旁的白智侯赶忙拦住了他 小千夏你先冷静一会好不好 你现在杀了他 不就变成和他们一样的人了吗 我们可以通过另一种方式让他赎罪 千夏听着他说的话 这才逐渐冷静了下来 随后他们就将胖子绑在了凳子上 让他讲述自己所犯的罪行 并将录像发给了警局 一开始警察看到这些 以为是谁的恶作剧 直到千夏以及韩兴游的出现 他们这才相信了这一切 原本前天深夜 韩兴游还被困在万子豪的医院无法出来 眼见手机没电 希望即将破灭之际 他身后的房门却被人打开了 就在他以为是自己偷拿手机的事情暴露时 千夏的声音却响了起来 组长我们回家吧 听到这个声音 韩兴游立马激动地哭了起来 当千夏准备带他逃离这里时 身后的韩兴游却停住了脚步 千夏我暂时还不能走 如果明天一早护士发现我消失不见 那么其他病人就会失去被救的希望 我还是在这里等着吧 听着他说的这些话 千夏只觉心里暖暖的 下一秒他就握住了韩兴游的手 并向他保证道 这些女孩都会在天亮之后获得自由 而你则该亲手毁掉这里 最终韩兴游还是选择相信了千夏 随他离开了这 紧接着等千夏收集完所有的证据 他就与千夏来到了警局作证 很快警察也通过他们的口供 与视频里的内容做了核对 结果全都能对上 与此同时他们还收到了 白志侯与万赫集团解约的消息 几乎现在所有的热搜 都与这个案件有关 警长见状 也没过多停留 当即就调派警力赶向了万赫集团 而此刻在另一边的万赫集团 可谓是人心惶惶 公司内部也早已乱成了一团 等警察赶到万赫集团搜查时 发现在公司的各个角落里 都安装了许多微型监控 群组成员看着被查出的监控 并没有慌张 他们认为那个群聊的保密性做得很好 绝对不会发现自己的身份 可下一秒 一旁静止不动的打印机 竟然自动打印出了东西 你还看着上面的内容 身体止不住地颤抖 当即就叫来了一边的警察 并告诉他 这就是那份群组成员的名单 一时间公司内可谓是动荡四起 而此刻在另一边万赫集团的办公室内 他正镇定自若地接受着父亲的训斥 他电话刚挂断 拍卖会那边的负责人又给他打来了电话 万总拍卖会的事情泄露了 我们的会所被查封了 举报我们的人 就发现了 自从弟弟拿上他手机的那一刻起 一切都已改变 看来弟弟长大了呀 时间就这样一分一秒的过去 还没等万赫豪躺多久 房门又被人推开了 万赫豪刚想发弄 却被一段熟悉的声音所打断 万老弟进来可好 等万赫豪看清门口站着的人是谁是 眉头不由紧重 谭志鹤你来的可真是时候啊 想趁火打劫 我不对 是想拿回本就属于你的东西 简直是痴心妄想 这里的每一寸都是你的 可你却东躲西藏连女儿都不敢见 连自己的名字都不敢用的废物 还想拿回集团就别做梦了 谭志鹤对万赫豪的挑衅并未动物 只是冷声地说着 既然你拥有一切 又为什么像个书家一样对我大吵大嚷呢 这句话可谓是杀人诛心 万赫豪当即就怒了 他直接摔碎酒杯 准备弄死这个多嘴的老头 都是因为你 我没有一天不背负着小偷的负罪感生活 为什么我要过上这样的人生 我从未要过呀 可万赫豪 至少你的童年并不孤单 将万赫夺回来一直是我的心愿 而弥补千夏则成了支撑我活下来的唯一动物 我一直幻想着我们一家人会过上幸福的生活 可我却忽略了千夏的心意 直到今天在新闻中看到了他的身影 我才明白 好回一席之地只是我的执念吧 他要的根本不是富贵的人生 而是想要一个没有阴影 可以安心笑着生活的地方 他话音刚落 万子豪就忍不住笑出了声 所以你舍得毁掉你的心血吗 少说大话了不负责任的家伙 你根本就不爱你的孩子 归根结底 他和我一样都是你们的牺牲品 面对万子豪的质问 谭志赫并未慌乱 我知道你和你父亲不一样 如果你对我有一丝愧疚的话 我只希望你什么都别做 我清楚以你身后那个守护者的能力 早晚都会度过这场危机 但这是我女儿拼尽全力所做的事 所以希望你什么都别做 那我们之间恩怨就一笔勾销 否则我就会像鬼一样 继续缠着你们万家 听着他说的这些话 万子豪松了手 无力地瘫坐在了地上 他看着谭志赫离举的背影 忍不住冷声质问道 你不是想要回这里吗 我只是一个失败的父亲 已经做过一次错误的选择了 不可能再做第二次 恶魔与女孩同居的第一天 就被女孩的做饭声吵醒 拥有起床气的恶魔刚想发火 但看着老婆那可爱的模样 他觉得自己的心都要萌化了 说话的语气也不油软了几分 小千夏你这么早是在做什么呀 当然是给你做早餐呀 面对这样的回答 恶魔心里很是开心 而刚刚的怒火也早已烟消云散 等千夏为白志猴做好爱心早餐后 就去见了韩星游 一见面韩星游就激动地抱住了千夏 谢谢你千夏 不仅就下了那些无辜的人 还为家美洗清了冤屈 如今万贺集团已经倒台 虽然万子豪不知所踪 但有关人员都已悉数落网 接下来你有什么计划 面对韩星游的询问 千夏微微愣神 自从找到陷害家美的凶手后 他还真没想过这件事 不过他打算先去见见老朋友 而此刻在一处简陋的房屋内 万子豪正惆怅地躺在沙发上 门外还时不时响起万子家的敲门声 哥 你在吗 再就给我开个门吧 我知道你现在心里很恨我 但我并不认为我做错了 我只是不想看你在错误的路上越走越远 再怎么样你都是我哥 不管发生什么事 我都会陪你一起面对 就像小时候你保护我那样 万子豪听着弟弟所说的话 心里很是触动 他刚想给弟弟开门 身后就传来了恶神的声音 开啊 给他开门啊 让他看看你这脆弱狼狈的样子 在上演一场兄弟和好的戏码 听着这嘲讽的声音 万子豪此刻只觉疯了 他不明白恶神是怎么找到这里的 这次万赫集团的事就不用你管了 我已经决定放任期发展下去了 二话刚说完 恶神就顺移到了他的身前 死死地掐住了他的肩 我有没有说过 注意你和我说话的语气 还有你别自作多情 我要管 但和你们万家人没有关系 这是我和白志豪的私人恩怨 听着这话 万子豪觉得心头一紧 他见过恶神的手段 他疯癫的模样 千夏眼中没有丝毫同情 有的只是一抹嘲讽 之后他又给洛星男 交了三十年的住院费 想让他永远待在这里给家美赎罪 并要求医生好好看管 处理完这一切 千夏只觉一身轻松 看着远处艳丽的夕阳 千夏想着去趟甜品店 给白志豪做些蛋糕吃 可还没等他回过神 耳边就传来一段冰冷的声音 谈千夏夕阳很美啊 你看你复仇顺利 连笑容都变多了呢 不太单身两百年的恶魔 终于对女孩动心了 不仅想让女孩喊他老公 还想与他亲戚 千夏哪见过这样反常的恶魔呀 以为他是发烧了 当即就跑出去给他买了呀 可在回去的路上 他身后竟想起了恶神的声音 谈千夏 夕阳很美对吧 复仇顺利后 看你脸上的笑容也变多了呀 怎么 见到我就知道害怕了 如果你害怕的话 就呼唤你的白志豪来呀 我很期待再见到他了 千夏看着恶魔那猙獰的笑容 只觉心头一紧 脑海中不自觉地浮现起 上次恶神对他所做的事 他现在只想让自己冷静下来 但他的手好像不听使唤一般 一直在颤抖 恶神我知道你来找我做什么 你想通过我找到白志豪 就别做梦了 恶魔早已料到千夏会这么说 只是冷笑了声 下一秒他就掐着千夏的脖子 来到了万鹤集团楼顶 谈千夏别给脸不要脸 给我呼唤白志豪 随着恶神一拳落下 千夏的身体犹如断线的风筝 狠狠地撞在了墙上 千夏此刻只觉自己的泪不断 恶神见千夏这样都不说 脸上的笑容布又黯淡了几分 谈千夏你说怎么样才能让你开口呢 他想着想着 将目光转向了一旁家美的照片上 谈千夏我记得你闺蜜他还有一个奶奶吧 要不要我把他也烧了 人类 我的耐心有限 快给我召唤白志豪 面对这样的威胁 千夏并没有答应 只是恶狠狠地盯着恶魔 我不会让你如愿的 恶神你没被人爱过吧 无论你念一张多么完美的人皮 穿得在光鲜亮丽 你都从未被爱过不是吗 你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你不配 就算再活几百年 你也还会是孤单一个人 你是这世界上最可怜的家伙 可是白志豪得到了那么多的爱 就算他是恶魔又怎样 你最后还是输了 还没等他话说完 恶神就彻底被他给激怒了 直接一巴掌抽在了千夏脸上 见千夏还有力气摸动 恶神又重重地在他身上抬了计较 直到千夏只剩下最后一口气 恶神这才不满足地停了手 谈千夏我最后再给你一次机会 召唤他过来我就饶你 要是你再拒绝 我可会刺穿你的心脏 那样你可是会连灰都不剩哦 可他话音刚落 千夏竟突然笑出了声 口里还说着那就太好了 还没等恶神反应过来 他这是怎么了 下一秒千夏竟直接抓着他的手腕 刺入了自己的胸膛 恶神看到这一幕时整个人都懵了 等他回过神 他就抓着千夏怒吼了起来 为什么你要对一个魔鬼忠诚 他到底用了什么方法让你这样对他 千夏并没有回答 此刻他只感觉自己眼前的世界 变得越来越魔 欣欣光点 与此同时 恶神好似也感应到什么一般 脸上露出了诡异的笑容 白志猴你终于来了 经经冷血凶残的腹黑恶魔 如今却为了一个女孩化身宠妻狂魔 不仅每天都黏在老婆身边 还会在老婆不开心时给他爱的抱抱 可随着陷害加美凶手的落往 两人的契约也即将到期 当时千夏为了找出陷害加美凶手 可是以自己的生命为代价 与恶魔签订了契约 谁料白志猴在这期间竟对千夏动了情 所以他为了保护千夏的安危 最近一直都在躲着他 就连千夏到他们家门口堵他 他也会提前给保镖备好台词 让他说自己不在家 谁料保镖那个愣头青 没说两句就暴露了他的位置 这才让千夏找到了他 看着千夏那严肃的表情 白志猴立马就怂了 说话的声音也不油软了几分 你来找我做什么 他原本还想找个理由离开着 但千夏哪会不知道他的小心思 二话不说就凑到了他的身前 想要掰开他的嘴让他来咬自己 可不管他用多大的力气 白志猴就是不张嘴 就在两人僵持不下之际 白志猴脚下一个不吻 两人就都倒在了地上 顿时周围的空气瞬间就安静了下来 谈千夏你就这么着急去死吗 面对白志猴的问题 千夏并没有回话 只是静静地望着他 见千夏不回答 白志猴只觉心中一股无名火在燃烧 那我就成全你 他话音刚落 就张嘴向着千夏咬去 但当他的牙齿即将触碰到千夏的脖梗时 最终他还是舍不得放开了他 说着真没劲就离开了这 只留下千夏一个人独自坐在客厅发呆 见白志猴离开后 千夏忍不住叹气 随即他又想到了什么一本 直接给白志猴传了话 白志猴谢谢你这两个多月对我的照顾 你不仅替我完成了心愿 还改变了许多女孩的命运 你虽然平时很自恋 但在我心中你是最温柔的神 事情因我而起 就应该在我这里结束 想通了就来找我吧 不过晚上你记得早点回家 我给你做小蛋糕吃 白志猴听着这些话 心里感到暖暖的 他回想着这段时间所发生的事 他也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 自己就喜欢上了他 但现在他就是下不去手 随着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去 白志猴在天台上坐了很久 可等他准备回家找小千夏时 他只觉心头一紧 自己与千夏的联系竟然断了 他心中暗叫不好 当即就使用魔力推断起了千夏最后所在的位置 在等他找到千夏时 就见他被恶神刺穿了胸膛 看到这一幕的白志猴当场就疯了 直接一个瞬移就切断了恶神的胳膊 并将千夏救了下来 小千夏你怎么搞得这么狼狈 都不漂亮了 我的小千夏明明一直都很漂亮呀 小千夏你快醒醒啊 醒了我给你买好吃的好不好 可随着时间的流逝 白志猴怀中的千夏 进化为星星光点飘到了空中 最终只剩下了一片羽毛 白志猴本想抓住这片羽毛了 但还没等他起身 一边疯癫的恶神就扑向了他 并对他展开了猛烈的攻击 一个人类而已 以为他伤心难过真是搞笑 面对这样的挑衅 白志猴好似没听到一般 始终保持沉默 面对恶神如雨点般的攻击他也不多 在等他搜寻到羽毛的踪迹时 他立马一个闪身就向着羽毛飞去 一旁的恶神健壮 还以为他要跑 变得更加兴奋了 白志猴你想跑呀 要跑也该跑得远点呀 谁料他话刚说完 白志猴竟直接无视地绕过了他 这一举动可彻底激怒了恶神 白志猴我在跟你说话呢 你竟敢无视我 见白志猴一心只想找回那片羽毛 恶神当即露出了一抹坏笑 直接抢过了羽毛 白志猴见羽毛被抢 立即就怒吼着让他把羽毛还给自己 恶神见他急了 当场笑出了声 白志猴你终于肯离我了 既然你拿走了我的一只手 我总要拿点补偿吧 就在恶神笑着准备将羽毛吞入腹中时 下一秒他就觉得身体一痛 直接跪在了地上 此刻他满脸的惊恶 心中很是不甘 我明明比你强 我都吃了那么多的灵魂了 为什么还是不如你 他还想说些什么 就觉得身子一软 直接倒在了地上 看着白志猴那痛苦的表情 恶神很是开心 最终他还是赢了 把白志猴搞得如此不堪的人是他 没有了那个地结契约的女人 他也该和我一样孤独了吧 与此同时这里的异常景象 也被楼下的人尽收眼底 其中就有千夏的父亲 此刻他的内心很是不安 他不知道千夏是否在上面 他疯了般的几过人群 直接向着楼上跑去 再等他跑到楼顶时 就见白志猴正在失声痛哭 谭志赫好似明白了什么一般 缓缓地向着白志猴走去 恶魔让我许个愿吧 我还有这条命 我想让我的女儿回来 白志猴听着这话 脑海中不自觉地浮现起了千夏的声音 但最终 他还是拒绝了他的请求 谭志赫文言 当即就变了脸色 凭什么不能用我的命来换他的命 为什么不行 给我一个理由 你不是无所不能的恶魔吗 对不起 我做不到死而复舍 更何况那是为了朋友 付出生命的笨蛋了 用父亲的命延续他的命 他是不会同意的 此话一出 谭志赫这才冷静了下来 他还想说些什么 却突然停在了原地一动一不动 就在白志猴疑惑这是怎么了事 天空中竟出现了一个白衣少年 真是了不起 以我的判断 恶神输别你的可能性连千分之一都没有 你却能做到将他反杀 你很强 白志猴看着眼前的少年 心中暗叫不好 直接一拳砸了过去 然而这一拳却被白衣少年轻松地接住 你现在这样的攻击 可是连苍蝇都打不过呢 你放心我不是他的同伴 他话音刚落 就将目光转向了白志猴手中的羽毛 见他将残存的力量全部用在这片羽毛上 白衣少年很是触动 随即他就问出了心中的疑问 白志猴你为了一个人类女孩真的值得这样做吗 普通人类当然不值得 但他是谈千下呀 听着他的回答 白衣少年很是满意 当即就接过白志猴手中的羽毛 直接拍在了他的额头上 下一秒白志猴就觉得眼前一黑 身体直接倒飞了出去 再等他睁眼 他竟来到了千下被害解 说了千年的恶魔终于开窍了 二话不说就对着老婆吻了上去 谈千下被这突如其来的荧幕弄得有些懵 这还是他所认识的那个自恋的恶魔吗 他今天这是怎么了 怎么变得这么主动 还没等他开口询问 就被恶魔的一句我喜欢你 弄得大脑再次空白 他现在只觉得自己心跳得很快 感觉这一切都是梦境 然而还没等两人好好填命 就被一旁的恶神打断 白志猴你这是把我当空气吗 你信不信我现在就让你身边的女人消失 他话音刚落 原本情绪还稳定的白志猴 立马就进入了魔化状态 下一秒他就顺移到了恶神身前 直接将他的胳膊扯了下来 你再说一句试试看 要不是你 我的签下怎么会变成这样 我要将他在你这受到的伤害 家北皇帝 恶神听着他说的这话 丝毫没有害怕 反而露出了一抹怪笑 虽然他一直在被动的挨打 但他能感受到 白志猴每一次的攻击都要比先前弱 随着恶神逐渐拉开身位 他也对白志猴发起了进攻 嘲讽道 白志猴看样子拽掉我的胳膊 已经是你的极限了 你知道现在的这一幕 我想过多少次吗 面对恶神的挑衅 白志猴并没有理会 而是一直在看着不远处的牵下 就在恶神准备结束白志猴的生命时 一瞬间 四面八方竟涌入了无数灵魂 直接将他围了起来 白志猴看到这一幕 嘴角不自觉地上扬 恶神让你也尝尝人类的力量吧 还没等恶神搞明白这是怎么一回事 就被白志猴抱住了腰 狠狠地向着地面砸去 恶神现在知道害怕了 他刚想逃跑 却发现自己怎么都动不了 在他下坠的途中 他竟然看到了许多人类 随着一声刺耳的爆炸声响起 恶神的生命也走到了尽头 顶死前 他看着身旁昏迷的白志猴 心里很是不敢 想当初 他不知花了多少功夫 才得到了这句躯壳 虽然中途有神说自己抢搏来的东西不长久 但他可不信这些 相信只要不断吸收人类的灵魂 就会达到神的层次 可为什么现在还是输了 我不甘心 不甘心